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行销管理 谈完了零售 接下来这个小节要跟大家谈谈批发 什么叫批发呢 批发商的种类有哪些 面临了新科技新客户的需求 零售买方直接的采购 例如团购 批发商要如何因应 我们请Angel来跟我们分享 将产品和服务销售给那些为了转售的人 或者是提供商业使用的所有活动都称之为批发 那他就不包括从事是低级生产活动制造的工厂 或者是农人 那批发商呢 他也称为配销商 跟零售商不同的就是 第一个他是直接面对他的客户就是企业客户 所以他比较没有像零售商那样 那么注重促销 气氛啊 或是选择他的地点 那第二个 他的交易量和涵盖范围 通常都会比零售商还要大很多 那第三个 他在政府的法律和租税项目上也会有所不同 那主要的批发商的种类呢 有六种 第一个呢 是商品的批发商 他是在处理商品过程中 包括商品所有独立 所有权独立的企业 比如说是提供全部服务的中盘商啊 或配销商 那第二个 他是属于全服务批发商 他主要是把商品卖给零售商 然后他会 他必须要负责 比如说储存商品 或是提供信用额度啊 运送啊 或是提供一些管理的协助给零售商 那第三个呢 是部分服务批发商 他提供的是部分有限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去鱼市场看到鱼产的一些零售商 那他就是去向鱼市的批发商采购鱼货嘛 那鱼市的批发商他把鱼卖给零售商 他以现金交易 但是他的运送呢 他就不包括 他只卖产品卖鱼 那运送就是要零售商自己处理 那除此之外呢 像提供订货或者是配送服务 不存有存货 也不处理货品的这种承订或带订商 他也是属于部分服务批发商的一种 那还有像卡车批发商啊 他就是负责只负责执行销售送货的这个功能 那像邮购的批发商呢 他就是将产品寄给比较偏远的零售商或公司行号 然后当这些零售商公司行号下定的时候 他就把货物用邮寄或是运输的方式送到客户的手上 那这上述的这些类型呢 其实他都是属于部分服务的批发商 那第四种就是经济商和代理商 这两种呢 其实他就是协助商品的销售与购买 那他通常就是会在商品销售后抽可能2到6%做佣金 那代理商呢 他是会跟一家或数家制造商签订销售的合作协议 那通常呢 他签订的代理商品就会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商品 那通过代理的合约呢 其实他可以减少他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因为这个商品可能就只有他能卖 就可以减少市场上竞争对手 而经济商就是比较偏向跟多家制造商合作 那他的顾客呢就可以有比较多的选择 如果我们用那个保险产品来做举例说明的话 代理商其实就像是某家保险公司的业务代表 那他他帮你做你的保险规划的时候呢 就是以他们家的保险产品帮你做规划 那代理商的话就比较像是呃 现在所谓的保险经纪人 保险经纪人是他同时去跟多家的多家保险公司合作 那他可以有很多家的保险产品 他都可以帮你去做一些搭配跟使用 然后去规划你的保障方案这样子 所以他两者之间呢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第五个呢就是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分公司或独立办公室 也就是说制造商他不直接去做中间的采买批发 而是另外再成立一个呃 类似分公司的模式 那他的批发就是大量采购的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作业就会有交由这个办公室啊 或者是分公司来处理 那第六个呢是专门的批发商 他包括像农产品组装 呃或者是呃拍卖 拍卖汽车啊或设备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专专门只批发某一类型的产品的一个批发商 好那批发商种类其实还蛮多的 那我们前一章节啊在讲到呃 呃零售店面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 呃有两有两点就是竞争市场的结构跟科技 会影响到我们的零售商嘛 那同样的其实这两个这两点也是会影响到 我们批发商呃的未来发展 虽然说他面临的是企业客户 那但是呢呃因为他的竞争市场结构改变 比如说呃顾客会想要去有一个新的诉求 或者是呃因为有新的媒介 像现在有一些新的工具出现 开始呃他的客户会想要自己去跟制造商去谈合作 或是谈买卖而不透过批发商 或者是说同样的批发商 其实他会开始有一些 因为大家都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大概会去竞争一些新的资源 那在这个部分啊 其实呃批发商其实他应该要做到的呃功能呢 其实在书中的第605页啊 他有提到 这边提到了大概9点 比如说你的呃批发商 你应该要具备的一些呃功能 比如说你要你要能销售能促销 你在呃批发进来大量的产品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划分成小单位 然后让你的企业客户呢 可以去节省他的成本 让他可以不用一次买这么大量 你可以去做一些仓储的功能等等 这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翻出第605页 那这一章节其实比较嗯值得一提的就是啊 这有一个嗯学术的专家 他有去访谈说在工业品配销品的领导厂 他有访谈了他们之后呢 他有归纳出批发商啊 他如何去嗯维持他的那个领导的那个位置啊 就是他怎么去跟制造商加强他的关系 这里有提到有四点 第一个呢就是跟制造商还有批发商 嗯应该要跟他在通路上要发挥有 发挥的功能要能有有所协议 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去拜访制造工厂的时候 他可以去参与制造商的讨论和嗯发展 然后去了解说制造商的需求 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在他的批发还有在配销的过程呢 他能把消费者的资讯呢回馈给制造商 让制造商可以去做一些精进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去确认说他能提供的服务价值 嗯是不是能让他的供应商变得更好 好谢谢Angel跟我们的分享 刚刚Angel有提到说批发商他可以整买零卖 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团购 那个团组是不是也是小小的批发商 算是算是 对啊他就是我们通常到零售店去买嘛 也是制造商卖给什么大盘中盘小盘才到零售店嘛 那现在那个团组直接跟制造商买 那他可以拿到比较低的价钱 中间没有大盘中盘小盘 我们可以用更优惠的价钱买到更便宜的东西 嗯这是我刚刚忽然想到的 但是他如果你的团购组是跟批发商拿东西的话 那他就算是一个零售商 嗯也对 比较算是我们前面零售章杰所讲的那个 嗯企业才 欸企业 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名池 购货服务 他就比较像是零售业者里面的购货服务 那如果他拿到的货品的来源是直接跟制造商拿到 然后让我们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可以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的话 嗯嗯他就算是一个批发商 其实对我来说管他是购货服务或是批发商 只要我拿到的价格是优惠的就好了 对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见啰 嗯